许多人认为水果切开以后 如果不尽快吃掉 营养价值也会随着时间不断流失 有研究针对6项水果进行3天 6天与9天的实验 结果发现营养流失不如想象中严重 不管是在维生素C 还是在一些植化素的部分 那流失率的程度大概是30%以内 虽然说它的外观是有变的 但是它里面的营养价值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此外切开水果后 果肉容易因为氧化而变色 这时将水果放入盐水中 能够延缓变色 看似能避免营养流失 但其实造成反效果 我们的盐水是属于高渗透氧的环境 那水果它是属于比较低渗透氧的环境 那水会从低渗透氧跑到高渗透氧 所以水果里面的水分会跑到我们的盐水里面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会让我们水果里面的一些细胞破掉 那破掉之后 其实里面的一些矿物质 跟营养素都会流失在 都会流失掉 将切开的水果泡盐水 只能够维持水果的外观 营养价值反而加速流失 营养师提醒 水果最好还是要吃的时候再切 不仅营养价值较高 也能够避免细菌滋生 大家新闻 黄金燕 张国雄 柴小娟 台北新电报道